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宿舍了 听说是德莉沙费了好大功夫建成的 快进去看看吧 我的身体怎么变小了 关闭舱门安全保护 手动开启舱门 黑莉沙已进入定速巡航轨道 气密舱减压完成 烟压正常 观察班确认完毕 等待女武神着剑 女武神着剑准备 十九八 在两人的奇心和力下 河中恶魔被击败 侵蚀了这片土地的崩坏 也得到了进化 从此 卡莲和八重鹰 也在焕然一新的八重村 幸福而安稳地生活了下去 我会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类 你们的存在就是错误 战争 欺骗 嫉妒 贪婪 你们曾让我失去了所有 但今天 我将吞噬一切 因为我 就是崩坏 你会看到一切都变了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不再美好 那些平凡的日常 也将一去不回 但是 不要放弃 永远不要放弃 凯亚娜 抬起头 继续前进吧 去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 变成你所期望的样子 你会发现 故事 红子年轻弄了 曼嘉和奸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不可以矣 你要从老师我这边学的还有很多哦 喂喂 不要摸老师的头了 尊师重道一点呀 莉莉亚 莉莉亚 你看 她醒了 莉莉亚 莉莉亚 是的没错 她醒了 啊 莉莉亚 莉莉亚 她又昏过去了 莉莉亚 莉莉亚 是的 她又昏过 喂 别睡啊 给我醒醒 莉莉亚 有了新的力量 也要背负起更多的责任 Bronia一定会找到你的 希儿 Bronia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壮壮小兔 Rid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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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nia 拜託了 另一个我 和我一起去救 那个一直 一直都在保护我们的 姐姐 真是拿你没办法 去吧 希儿 一起 去救我们的姐姐 哇 毕竟,你就是昨天的我,而我,则是明天的你。 我什么答案都还没有,也找不到可以对你说的东西。 即便如此,如果一定要对昨天的我说些什么的话,明天,你也一定要继续厚颜无耻地活下去。 相传,神州古时有一凶兽,明曰年,年常年身居海渊之中不问世事,可每到除夕之时,年便会上岸,祸乱人间。 但那时的人们却一点也不害怕年,甚至还在这天大兴祭典一座庆祝。 这都是因为,每到除夕年寿献身之时,定有一位仙人下凡,将年击退,保身周太平。 而那位仙人的名字就是…… 那位仙人的名字就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火失恋 崩坏能封印 完全解放 这个故事无关乎拯救与被拯救 它的结局不断被修补着 又生出新的裂痕 而你是那个重复 重复 重复尝试 便利痛苦的人 做不到的事 不会因为坚持而做到 也不会因为一句 我能做到而发生奇迹 我知道 其实你也知道 即使你已足够拼命 但现在的你 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我在这里 试图给你提供一个 能够破绝的契机 这就是我 存在于此的意义 那一天 你向我伸出了手 从你抓住我的那一刻起 我的命运就被你改变了 你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 如果拯救你是一种罪 那么就由我来背负这个恶名 再见了 天哪 发生的试图 出于人心 我就耶 一个为雷 还要呈 Europ 没有 这可爱 这台的悲端 如果有多你的悲端 体的新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拯救即将分崩尼西的世界 而与敌人战斗的宏大十篇 即将由此 拉开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指引着我 向我证明这世界没那么糟糕 我爱他们 也爱他们所爱的一切 这把剑连接着我们 它会烧进漆黑的天空 让光 照向更远的地方 这就是我和大家的 我一家的路 我和大家一起去 说明镜与点栏目 我愚弄了诱人 愚弄了知情 愚弄了世界和他至上的规则 只为了给予那唯一真实的你 以第二次生命 我回来了 卡列 欢迎 高洁而纯真的灵魂 你为探寻过去而来 但真相的基石 早已被旧日的尘土掩埋 这是末世最后的乐图 亦是烛火者们命定的忠目 而存在于此的 也不过就是些 尚且还算有趣的故事罢了 关于那久远的过去 关于那十三位 未能成为英雄之人的故事 没想到时隔多年 不会又一次站在战场之上 这八年间 崩坏的威胁远不及当年那般可怕 我也有了新的身份 但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入战斗 仍然是我的使命 只要这个世界陷入了危机之中 我都会重新回到战场 直到这场灾难彻底终结 以上 对崩坏小队第二代理队长 Bronia's Eye Check 报告完毕 每个人 都是一无所知的诞生在世界上 被周遭的一切 不由分说地推上了人生的旅途 随着时间流逝 我们渐渐告别懵懂 观察 学习 向自己的内心不断确认 此生 究竟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人生 我会把我的好运分给你,你就放心吧。 谢谢你们帮助了未来的我。 至于过去,它早已是未来的一部分了,不是吗? 我们都会变成星星,守护着牙医姐姐。 所以,出去之后好好干吧,小白鼠。 可别辜负了梅比乌斯的期待。 你会比我们走得更远,你们会战胜我们没能跨越的阻碍。 所以,一路保重。 能和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祝你在未来,五蕴昌谋。 你,还有你们,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不过,我记住你的名字了,雷电牙医。 嘿,牙医女士,一个惊喜。 其实我在你脑子里留了个后门,出去后你可以找找看。 谢谢你,牙医小姐。 你为乐土带来了太多。 所以,请挣脱命运吧,牙医。 你,早已拥有了这个能力。 昂首挺胸地面对未来吧,雷之律车。 你知道,你可以相信自己。 我们会留在过去,而你将走向未来。 然后,就去绽放出独属于你的,无瑕而美丽的光辉吧。 你看,他们曾如此骄傲地活过。 贯彻始终,以生命,奏响了文明的颂歌。 这是被称作阴劫的人们的故事。 是十三位烛火者,未尽的旅途。 但来访者,你们的道路仍将延续,不是吗? 那就听凭心意前进吧。 没错,这就是中烟之力。 与之相比,我们与地上的草木并无疏异。 它不知悲喜,不知疲倦,只为轮回万物,重塑文明。 它如同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死亡,高悬于文明的头顶,甚至不屑于吃笑我们。 我曾经对另一个挑战者说过,宇宙中的任何智慧都受到存在方式本身的局限。 那不是一直能够克服的障碍。 而面对圣痕计划,你们需要挑战的正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 这些人,我们将会变成了一种存在的方式本身,我们将会变成了一种存在的方式本身。 核心代码被侵蝕率,百分之四十三。 嗯,这下有些棘手了呢。 哦,您好,欢迎登陆崩坏三。 然后,您好,欢迎登陆崩坏了。 始元是一种结束。 中焉也是一种开始。 纵使真理也无法永恆。 因而追寻真理,才是永无止尽的过程 这并不是我们三人与凯文之间的博弈 这是全人类对命运发起的抗争 成自往昔 跨越现在 直至未来 崩坏三第一步的故事,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 我们的未来还会延续,也终有重新交错的一天 但现在也是时候准备出发,去迎接下一个崭新的篇章了 不过,无论如何 当舰长回首过去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这里 而未来也将由大家一同写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